多谢你收听 由领明日良事工制作的 《我以祷告爱妈妈》 从十个方面 为母亲祷告 第四篇 《愿妈妈平安无佑》 《祷告时刻》 祈平安的主啊 我们若认识你就得平安 福气也必临到我们 因此 求你帮助我和妈妈 更加认识你 好叫我们一同胜收 你所赐的福气 你知道妈妈是多么关心我和家人 时刻记挂着我们的健康 工作和生活 有时候我们遇到困难 他帮不了手 就会陷入忧愁 你也知道 每当妈妈看到身边的人 经历疾病 衰老和死亡 他都会感到不安 恐惧和悲伤 主啊 每当妈妈感到忧伤的时候 求你亲自安慰他 帮助他 将心中所有的重担 都交给你 你就加给他力量 将平安的福气 赐给他 愿妈妈拥有 好像孩童般的信心 全心全意地信靠你 心中毫无挂累 得享从你而来的平安 愿他心中充满喜乐 使得身边的人 蒙福 奉主耶稣基督的命 祈祷阿们 不知妈妈妈经常为哪些事情担忧呢 我怎样可以帮助妈妈 将重担 射给主耶稣呢 分享主题 心灵食物 先和你读一篇灵修经文 诗篇 119篇 9-16节 少年人用什么 结症他的行为呢 是要遵行你的话 我一心寻求了你 求你不要叫我 偏离你的命令 我将你的话 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也话话 你是应当清重的 求你将你的律例 教训我 我用嘴唇 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 我喜悦你的法道 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 我要默想你的奋词 看重你的道路 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 我不忘记你的话 心灵鸡汤系列重书 充满着古墓人心的小故事 难怪他们很快就成为长少书 书名中的鸡汤两个字 令我勾起很多童年的回忆 当我被塞喉咙养痛的时候 我相信没有东西可以给上 温暖的毛煎皮窝 和妈妈的热鸡汤 以及稀饭 令人舒畅的东西 当今的科学证据也表明 妈妈真的很聪明 鸡汤是有助于对付感冒 他也是很多人所说的安慰食品 而每当我不是感到身体不适 而是心里难受的时候 我都很渴望得到 上帝话语的安慰 例如 比德前书五章七节所说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射及上帝 因为他故念你们 这句话能够抚慰我的心 又正如罗马书八章 三十八至三十九节 任何事物都不能叫我们 与上帝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 基督耶稣类的 哇 这番话能够给我确据 《圣经》是世界历史上最畅销的书 因为当中他充满着应许 提醒 挑战 和有关上帝的知识 当你感到气馁的时候 不妨不一大喝 熟灵计堂 就是上帝的话语 我们随手可得 触手可及的圣经 远省过妈妈的计堂 圣经的每一句话语 能够温暖你的心灵 医治你的伤痛 正如诗篇119篇11节 再一次提醒我们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盼望今天的分享提醒我们 以圣经为灵量 你就会拥有健康的灵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